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委员会今天发文告知出 施屋县的92宗其中有83宗是来自巴塞感染群 今天新增的病例除了来自施屋的92宗 还有斯巴赫的20宗 加拿医的12宗 巴鲁鲁三宗 古晋三宗 达勒两宗 萨拉佐一宗 明都鲁一宗 和林梦一宗 累计切诊病例达1574宗 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今天也宣布 农历新年只能在大年初一庆祝 人数最多20人 只限近亲 至于更多详细的标准作业程序 可在沙地方政府及房屋部官方网站查看 古晋私屋和梅里 从1月13号到26号实施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其标准作业程序可浏览国家安全理事会 官方网站查看 这个作业程序将从今晚的12点01分起 在古晋私屋和梅里生肖 直到1月26号晚上11点59分 这段期间电影院只有饮食摊位允许营业 但只能提供打包和外送服务 首相当时李慕尤丁今天表示 在紧急状态实施期间 将不会举行全国大选 州选举和补选 其中包括沙拉叶州选举 他说只有在独立委员会表示 冠病疫情已经缓解或者全面恢复后 才会举行大选 他指出国会和州议会在这段期间也不会开会 直到一个有待确认的日期 不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运作不会受到影响 随着国家援手颁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已不存在沙首长Data Patengi Abangio Hari 何时要解散沙州议会的问题 不过州议会还是会在今年的6月6号届满 自动解散 现任的沙政府之后就会进入看守政府的状态 如果疫情没好转 紧急状态继续 在沙州选举无法进行的情况下 也会继续保持看守政府的状态 一直到沙州选举举行 并选出新的政府位置 古境南市市政局、警方、卫生局、古境省公署和移民局 大概180人 今天上午10点连锁在本领的ICOMSquare商业圈展开 大规模的冠病检测行动 接受检测人数超过500人 交通警察今早也封锁附近的道路和维持交通秩序 禁止车辆进入商业圈 古境南市市长Dato黄洪胜也亲自作证整个行动 他说 由于确诊者曾到访当地 他们今天提供免费的检测给当地居民 以有效监督疫情的控管 并还当地的民众一个心安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